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让进去不就是自个儿团在一起挣钱吗 但是微博这东西狠的就不用靠吼了 他靠不说话打字 那你文化人有了微博弄好几亿人在那儿 没事吃饱撑在那儿一连在一起 都不用八九六四天安门广场了 微博对吧 什么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就是天安门广场 这个时候文化人反了老实人出气了就瞎了 对吧 所以很多朋友还是我还是叨那句话 天灭中共天灭中共 就把涛哥你又喝了喝了小二了呗 小二就喝了二锅头了呗 没事老说晕话 不是说晕话 你今天把微博砍了 你试试 谁敢疯 对不对 你跟疯疯试试 大家伙一人一口吐 年谈的 现在正好是二九 二九有些人容易出老谈 敢老百姓几亿人用老谈淹死你 不信你就试一把 所以中宣部现在就遭此待遇了 网上有篇文章 BBC说的 这么讲 BBC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讲的 叫做两岸学者联署要罢免广东宣传部长 你说多斗嗝 关台湾什么事 人台湾学者都不干了 文章讲说 一份由中港台学者联署 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要求 罢免广东省宣传部长的公开书 在1月6号在微博上流传 那这份公开书呢 主要是针对这个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 被篡改之后的直接的说法 那目前知道的签署的 中国知识界有18个人 包括毛雨士张一和李承鹏律师张思枝和法学家贺卫方 而其他九位呢是来自于香港和台湾的人 所以香港和台湾的人也要联署罢免中国共产党 广东省的宣传部长 你听说这事多有意思 所以看看就是说想坚持一党专政的也不太容易 现在文化人呢也在实际行动中打破这种规矩 所以您记住我这话 中宣部多么遭人恨 三九熟东的老谈 一人一口 哥们你说那是什么劲头 谁尝过这滋味 谁有这种待遇 特供 在这封公开信当中 直接是这么说的 广东省宣传部长 妥振 围观霸道 不顾新闻作业的规矩 夜半擅自换稿 说还犯下两千年前大雨治水之类不能容忍的低级错误 文章紧接着讲说 担心宣传部长会给广东省委带来更多负面的消息 然后文章里呢紧接着就回顾了这个南方周末本身的这件事情 文章讲说 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 中国传媒研究主任钱刚 当天分别在腾讯和新浪微博上 把南方周末的新年的贺词呢拿出来 但是不久呢腾讯的贴文呢就被删除了 看不到腾讯的这个贴文呢 您可以到这个石涛平复来看 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和石涛自己的针对那篇文章的理解 说实话写得非常的漂亮 陶哥写不出来 但是呢也能够体会出大家的苦衷 就是今天中国文化人在微博的平台的这种背景之下 对中国的富有 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有一种责任感 而这种责任感的目标直接冲的是中共的一党专政 这就是我一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 你今天谁维护中共都很麻烦 大概是昨天是前天 习近平在党校呢有一番讲话 提到一个说法 不能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 那而且呢提到了三个表子 提到了这个科学发展官说这个中国呢必须要这个样啊 有朋友已经给我留言了 说陶哥什么意思 习近平为什么这么讲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 习近平只要维护着中共本身 你想在中共框架框架之下谈任何改革 你赢不了江泽民 一定是短一定没办法 这就是天意 换谁都如此 顺天意则胜 逆天意则麻烦 那大家知道呢 跟南方周末配着对的呢 就是这个春秋 这个炎黄春秋呢 在我们昨天的时间 大概傍晚的时候呢 据说又恢复了临时可以上线 法官有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炎黄春秋临时恢复上线 作为一种新闻 因为整个这个新闻呢 在世界媒体当中影响很大 文章讲说 1月5号 炎黄春秋已经用了一个临时网站 恢复上线 那法广呢 曾经在这个网站上查询过 他也确认确实能够上线 而比较有意思的 我也看到了 就是大家看到 配了一张图 这是写的字 谁写的呢 习近平他爹 习仲勋 当年2001年写的 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习仲勋 所以这就是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概念 让人们会感觉到呢 到底习近平今天该怎么办 法广记者呢 采访了在南方周末工作过十年的原来的副主编了 长平 那长平在接受采访时呢 是这么讲的 南方周末与炎黄春秋两件事情是有联系的 应该是维稳体制延续的对媒体的打压 所以这里呢 给我想到的概念就想到了刘云山 就是原来江家帮体系的操守 应该讲在11月14号 习近平上台之后 前面这40天呢 都是习近平在做 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有些事情呢 大家反应不过来 针对很多人也反应不过来 而从25号左右开始 江泽民直接挑战习近平的习八条之后 那习八条呢 就是包括不许提字提词 这些之后 我们看到了一些动作 而这个炎黄春秋和南方周末呢 直接归刘云山馆 而刘云山呢 是这个江家帮的铁岗 这是一般人们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呢 那在长屏的评述当中接着讲说 两篇文章里面 大家都提到了这个宪政 杨黄春秋呢 曾经召开过一些研讨会 包括在11月16号 就曾经召开过 谈到的都是新政和这个宪法 而这种宪政的说法呢 大概在11月30号左右呢 是习近平曾经提到过 在习近平提到有关中国梦的时候 其中就提到了宪政的概念 而长屏在评论当中也提到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 对新政的期待 这是不过分的 也并不是很先进 原来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只是这一次呢 引起的反响比较大 我自己觉得呢 这一次最大的反响是因为 确实有微博和2012的基础 有微博和2012的基础的时候呢 造成了文化人这一次声音呢 能够在整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共鸣 你可以删除 你可以这个 你可以那个 但是今天人们经过2012之后 人们更多的有机会 和更愿意的去探讨真相 去探讨那谣言 人们对谣言的认可度呢 远远超过了新闻联播 文章里他提到一个说法 实际已经有人呢 记了本宪法 给了广东省委的宣传部长 说让他要熟知宪法是怎么回事 这是他提到的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文章下面呢 他提到了一个这么概念 就是新华社针对广东省委的做法 有了一些动作 他提出了一个疑问 新华社是不是在暗自的批评 广东省委的宣传部长呢 文章介绍说 新华社在他的微博新华试点当中 出了两篇短评 内容都引述了中共政治局常委 刘云山昨天在全国宣传部长会上提出的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但是对这句话的解释 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 文章讲说中央最新的要求也是大众的声音 你看直接批这个中学直接批广东省的宣传部长 无视问题回避问题压制问题成为了不少官员的管理的惯性 个别官员甚至还在制造问题 对这样的作风要坚决亮起红灯 多研究问题少言不及意 这是中国最需要的正能量 这话说的啥意思呢 那变成新华社发短文 批评自己的 这个跟自己直接相关的地方的最高的宣传官员 另外一个呢是这么讲的 一些领导干部不敢直接面对 害怕甚至掩盖问题 不善于发现研究和回答问题 或者搞一言堂 不允许老百姓提出问题 表达不同的声音 那直理包不住火 一拖再拖 小事拖大 大事拖炸 这就是讲 在我看来呢 这就是中共最上层啊 就是包括控制宣传的这些官员 在政治局常委层面都有分歧 不同的解答 不同的指示 对整个新闻宣传部门的这种控制呢 出于一种混乱的状态 才会出现目前的故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